這邊如果說我們今天 直接用工作表上面做表單 跟在這個我們的 VBA裡面的設計表單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其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因為每一個人對於那個介面的感受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最後呢 可以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啟動表單 那啟動表單的話呢 我這邊可以把我這個表單可以啟動起來 我這邊設計了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名稱叫Home 那我把它啟用起來 所以我在這邊我再增加了一個 一個啟用表單 那把它Home點秀把它秀起來 那我看一下我這邊是有 剛剛有做了一些 不為選擇性的 接下來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加入四個Label 這四個Label其實對應到的就是 我們剛剛的那個表單上面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就是查詢上面 那把它拉出來 拉到這邊來 OK 那再來就是在這邊 再增加四個testbox 四個testbox 那我分別把這個名稱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表示 這個testbox名稱就是 TSTA 那以此類推 這個就 TST B C D 這樣比較好氣 那這個地方的話 旁邊再加上那個combo box combo box combo box comment button 那comment button呢 拖拉過來之後的話 我在上面修改了名稱 另外呢 name的部分呢也是一樣 我比較好氣的方式 我直接在上面呢 給它一個叫cmd A B C D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將來如果按一下查詢 要怎麼樣可以 也可以查詢到我要的結果 請各位先試著 在這個地方做一個表單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原來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如果用 如果用testbox的話 你在顯示的時候 你會變成說 這個地方 把它弄起來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直接弄起來 裡面是填的話 你就沒辦法像剛剛下拉的方式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改成叫 下拉選到叫combo box combo box 可以把它下拉 那這邊 最後地址是用一個testbox 那其他用那個 command button OK 那這邊的話可以下拉 那這個地方呢 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 那個下拉清單 要怎麼樣把它加進來 那前面呢 我們應該有做過類似像那個 下拉清單嗎 不知道有沒有做 沒有 沒有用過 OK 那 如果說你要下拉清單 比如說我第一個 叫做cmb好了 名稱叫cmba 那如果說要加入 清單的話 add item 那理論上 我優力區號非常的多 如果說用那個 突發裂缸的方式的話 你變成要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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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加 比如說這個優力區號裡面呢 假如說我們這底下看到的 目前這邊看到 總共會有這麼多個優力區號 那如果說你要一個加 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這邊有一種寫法 這個寫法 我覺得非常的 非常的方便 一般的書裡面好像不是這樣寫的 不過後來我就 試了一下 我發現這個方式還蠻簡單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有一個名稱 定義的一個名稱叫什麼 叫做油力區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那個 所有的油力區號 這個名稱裡面的 所有儲存 所有裡面的項目通通抓出來 並且塞到那個下拉清單裡面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寫呢 這邊可以用一個寫法叫做 叫做for each 也是一樣的for next 但是前面for next 是什麼呢 我們是給他一個 比如說for i 等於多少到多少 他把範圍跑完 可是呢 這個地方的寫法 就是說 我知道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nance 這個nance其實就是 定義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呢 叫油力區號 我知道有一個油力區號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他什麼 從哪哪一個 開始到哪個結束 我只知道有這個清單 那你就幫我怎麼樣 把裡面所有的 一個一個幫我搬出來 直到沒有為止 那放在哪裡呢 就放在這個combo box裡面 那我怎麼做 特別是說 這後面是for 後面呢 請你加一個h h指的就是說 每一個在哪裡呢 for each in 在哪裡 在這個清單裡面 那這個清單 我要把它轉換成reference to range 就是把它轉換成為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呢 那這個範圍呢 我就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幫我一個一個抓 它會抓進來一個 第一個 先放在什麼呢 sale裡面 那sale進來之後的話呢 它再把它怎麼樣呢 把這一個第一個 放到什麼呢 add item裡面 那一個一個一個的 通通加進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很快的就可以把油力區號 全部都加進去了 不然的話 你變成說你要什麼 add item 一個一個慢慢寫 那其他也是一樣 程式 街道 分別放在哪裡呢 放在b 我這邊名稱給cmb b跟c 分別這樣 在哪個事件裡面呢 特別注意喔 我是在當這個表單 activate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這個事件很重要 你寫的地方 特別注意就是 在表單上點兩下 空白的地方點兩下 他預設的事件是叫click 請你把這個click 改成第一個 就是當什麼呢 當這個表單被 被啟動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新增這些清單進去 所以這邊的話 我如果啟動起來 你會發現喔 這些清單呢 通通都被倒進來了 有沒有 這邊都都有這個清單 那這個效果就有點像是在工作表上面這個效果 OK 第一個部分 那當我做完之後的話 如果我今天要查詢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詢 住在郵地區要是103的 按下查詢的時候 這個按下查詢的動作呢 跟剛剛在表單 剛剛在工作表 這個地方的查詢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基本上 我們一樣可以 呼叫 對不對 同一個嘛 那其實要查的欄位是不是也是郵地區 對嘛 那只是說 插在哪裡呢 插在我的關鍵字 不是放在Range B2 而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面 那這裡面怎麼表示呢 這個叫CMB 小寫 CMBA 它裡面的字叫什麼 它有個屬性叫點test 點tst就可以了 這個很難寫 OK 那我們如果說要查到的話 基本上就直接在查詢上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 直接寫這一段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應該跟剛剛是一樣的 call 有沒有 這個方法 欄位 郵地區號 後面的話呢 就把它寫 我剛剛是test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CMB 改CMB A CMB A 點test就可以 這個輸入法 把它改 沒有中文 沒有英文的 CMB A 點test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當我點擊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會去抓什麼 抓我現在是選哪一個項目 並且去查什麼 查Ud區號 那查到的結果呢 一樣 會幫我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因為我只有寫一個 這裡的話我再看一下 通通通把這個相關的資料通通放進去 那放進去之後的話呢 最後一樣做查詢 那查詢的方式 跟剛剛是一樣的 差別只是說來源把它改成什麼 關鍵字改成在這上面而已 那查完之後的結果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剛剛程式當掉了 這已經快速的把這個表單做出來 不過後面程式還在寫可能會超過時間 所以回去的話各位也可以再試試看 那下一次我們把這個部分講完之後 後面我們還有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也是跟表單很很類似 在那個貸款計算這個 這邊專門就是在講到有關表單的部分 比如說我今天呢 要做一些相關的計算 並且把這個結果 放到資料庫裡面 那當然你可以把新增資料 新增到資料庫 不過新增到資料庫 可能稍微複雜一些些 如果我今天 可以先把isir當成是 暫時存放資料的地方 等到我今天全部做完之後 批次全部怎麼樣 再寫到資料庫的話 該怎麼做 今天是查詢 下一次的話就是新增 新增資料 新增資料 那可以把isir當資料庫 也可以批次全部都寫到 SS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有時間的同學 也可以先預期一下 那今天的話 我們先到這裡